Leo聊世紀 天野東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哥德仁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也是軍閥法2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綠色選擇的文明是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他吃這些野生動物的時候 可以吃更久一點 而且哥德仁的帝王時代步兵是六五折 所以後期是可以爆出大量的步兵 但是這折扣的效果也是需要大量的資源 才可以使用到 畢竟你零塊錢想要享用折扣也還是零 所以哥德仁還是比較偏向於後期需要開農的文明 打強軍士來說也不會到非常強的一個文明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步兵鎧甲 有這個點一下的話就是加二防 所以他的防護率來說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文明 到了帝王時代的羅馬人後期也可以轉百夫長 自己的寶兵還有這個軍團長 進行一個複齊作戰策略 這邊想要卡住結果自己的馬被射死了 尷尬啦 這個Dark他的馬居然被射死了 結果Dark的村民被安迪直接卡死了 這場比賽也算是最近打得蠻火熱的 最近世紀帝國的頂尖賽事也慢慢變得越來越多了 有一些比賽可能比較冷 我還是為各位幫忙播報一下 這場比賽算是蠻經典的一場 兩方都是一個步兵文明 一個是元祖文明 哥德仁對上羅馬人最新的步兵文明 這場比賽特色相當有趣 那羅馬人他的其他特色是他的奴炮非常便宜 黃金只要30塊錢 點下了銀罐技術之後 攻擊速度還會增加33% 所以總體而言 羅馬人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步兵跟奴炮策略 其他的打法是比較偏重於騎兵的路線 其實羅馬的騎兵也是比較厲害一點 因為他的騎士是有這個品種也有三級馬卡 而且也可以在底下金冠技術野戰軍 讓自己的重裝騎士跟百夫主長都可以獲得蓄氣傷害 而且生產速度也是超級快的 所以羅馬人的打法算是比較適合 喜歡玩騎兵跟步兵文明的玩家去做一個選擇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黃金跟石頭 跟一些野生動物的資源點 那這張地圖的中間一開始我們剛看到非常多的野豬 在中間 那吃完之後呢 誰可以多拿到一頭豬 前期的經濟優勢就會特別大 那其他部分算是有點像阿拉伯 原來他的資源點都是一樣散落在各處的 那也有這個主金 這個金礦非常厚附金的位置 那由於一開始這個地圖是遊牧的形式 所以大家還是會選擇離一個可以盡早開下城鎮中心的地方 進行開呢 原來城鎮中心越晚放下 可能就會讓自己的村民躍躍出來 然後變成經濟差距 所以這張地圖 不太會有人會直接拉到最後面 再開去自己的城鎮中心來 所以都是會開邊邊角角 然後再順便拉到中間的野座 好那目前看到羅馬人 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的升級 棒棒眼睛按出來了 好棒棒這邊往前走 好棒棒先過來敲的是鹿群啊 那這個鹿群呢只要被棒棒敲死的話 這個鹿就沒有辦法踩肉 就會直接原地消失了 好 所以這邊鹿剛被打掉了一隻 所以現在只剩下三頭鹿可以吃 那不錯喔 大殼這邊的反應很快速喔 馬上就射掉了這些鹿 好來看一下這邊三隻 四隻村民直接開扁 四隻裝甲步兵直接升了上去 羅馬人這邊要不要點一下兵工場 點一下易防 這樣子他的裝甲步兵喔 就有這個兩兵技戰防禦跟三點的遠防 非常坦 那如果小公出來的話 點擊擊射也只能打兩滴血而已喔 所以羅馬人的裝甲步兵喔 是非常強大的 好看到這邊裝甲步兵馬上就補下了兵工場 這一級防已經有了 哇 近防二遠防三 槍兵湊一下只有一滴血 這是羅馬人非常可怕的地方喔 那要解到這一坨裝甲步兵喔 攻擊速至少要來到四隻以上喔 才會解的比較快 前面的一兩隻喔 都是在那邊抓癢而已 基本上不用太害怕 這也是可以讓羅馬人 這邊爭取非常多的時間喔 讓家裡可以慢慢圍死喔 進行一個裝甲步兵前壓 然後安心把家裡圍好 開始復經濟的一個打法 羅馬人這時候點下了一級伐木 哥德這時候一級伐木還沒有優先點喔 反正是先點下了這個工兵的升級 先趕快升一升 然後一級射也點下去了 然後我們先看到這邊一級射 是已經補下的情況下 這個羅馬的血量依舊還是掉得很慢 這個血量掉非常慢喔 非常只有 明明只有三隻工兵 但他血量還是掉得非常的慢速 有點被風箏喔 但是工兵還是有手上的優勢 移動速度也很快 基本上一直持續拉打 還是可以打定裝甲步兵的 羅馬人這一波的裝甲騷擾應該是 告一段落了 那看一下下方喔 下方這邊是非常多的農田喔 已經灑得出來 這裡也有六片田 農田灑得非常早 這邊已經可以點下城堡時代了 那哥德這邊是還沒有辦法的 這邊還是要帶農陣子才可以 這後面的魔坊被控住 就不能撒農田喔 其實多多少少還是會有點差距的 但他這邊剛剛怎麼會被騷擾 就可以趕快撒農田 安心的把這個農田給經營起來 目前哥德現在有 攻兵的優勢 羅馬現在是只有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現在如果升到了 城堡時代常見兵 再升下這個二級防 他的雙防的防衛率喔 是變成雙防五喔 非常的坦 當然他的攻兵喔 怎麼打都是一滴血喔 好 那看到這邊羅馬人裝甲步兵 點完之後 長見兵裡面有先生 先生是護衛技術跟二級防 還有自己的二級墓 守隊哥這邊也已經點下了 雙腳步兵要再點下兩百肉 OK 補下長見兵 要嗎 要補嗎 直接轉一台弩炮 在家裡防守 OK 那這邊攻兵騷擾 基本上就沒用 長見兵這時候補下 一級攻也補了 羅馬長見兵壓制 這個打法非常的兇狠喔 右邊怎麼會有弩炮 哇 他的右邊蓋工程去製造所 不是在家裡啊 羅馬人這邊的弩炮作戰策略打得還不錯 看一下這一波長見兵升上去 雙防五 小弓怎麼打都是一滴 你甩弓 就盡量甩 越甩越血越少 自己的血 不是長見兵的血 因為他沒甩一下 這個長見兵就可以有機會摸到他 哎呀 這個太慘了 所以長見兵壓制 點下這個護衛技術之後 會很強大 哥德這邊也是轉出了長見兵 哥德這時候長見兵是七折優惠 這個折扣也是相當多的 好 這邊弩炮串燒 羅馬這邊轉出了投石車 哎呀 怎麼投石車 要現在出來也很困啊 現在他的正面軍隊不太夠 哥德的折扣優勢慢慢打了出來 即使只有一點的防禦力 這個盡在防禦 目前是2點才對 好 要點下一防 2點 OK 2點的防禦力對上5點 但是人家的數量眾多 看到這邊劍兵互打 工不定稍微拉一下 好 還是用了自己 超高攻擊力 10攻的傷害 解掉了羅馬的少部分的長見兵 但這裡有一些常見兵開始深入進去 OK 這邊又抓到了一村 目前村民差距是哥德斯四村 對上46村 好 右邊的奴炮陣投石車 砸一下 哇 砸到自己人 奴炮又被解掉了一台 剩下一台奴炮跟兩台投石車 當然沒有關係 羅馬人的奴炮相當便宜 哥德這邊可能要用閃陣喔 對 用閃陣 OK 這邊閃陣 這樣奴炮就不會有事 呃 但是還是被砸死了一隻 而且有幾隻長見兵 也是被砸到了血量 這一波投石車已經要保護好 但是已經要被貼到 這一波投石車看起來 是不保長見兵順利拿下 這邊投石車差一點 找到自己的奴炮 但奴炮有先拉走 但這邊拉走之後 還是被長見兵給收掉了 這一波哥德的步兵壓制 非常的漂亮 數量壓制 還是哥德的真理啊 那羅馬這邊沒有折扣的關係 雖然自己的 單兵體質喔 比哥德這邊還要好 但是數量上來說 如果只要開始輸的話 就有點打不太贏了 那兩邊的交換喔 看起來是 哥德這邊經濟稍微落後了一點 投資了非常多的肉跟黃金 在出長見兵的身上 那羅馬人這邊是 轉出了3TC 邊打邊開農喔 這有點算是 現在的Meta 比較常看到的喔 就是邊打邊農 就是兵一定要出 農也是要農 不會有那種喔 我就全部ALL IN 一波強軍士 打完打不贏 我就投 這種感覺 這也是 吸力果喔 玩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不會像以前那種無腦 就我用一波這一套打 打不贏我就投 那當然也是有啦 但是就是比較少 在這個賽事裡面 那天氣上應該還是蠻多的 偶像 好 那來看到 羅馬人這邊是非常多的常見兵喔 總共有8隻 但是羅馬人這邊更多 18隻 整整多了10隻左右 羅馬人這邊這邊 這邊要再補一個工程 其實要鎖在家裡喔 趕快把這個奴炮生產出來 不然待會這邊可能會扛不住喔 結果在上面繼續存奴炮 而不是在家裡存喔 哇 那 那這樣還有機會 打過去嗎 那如果在家裡補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的話 又要花上大概 三片田的肉料 這樣經濟又會拖到一點點喔 所以這邊就是要看羅馬人 要不要再去投資一下這個 工程器製造所 那在於頂階高手的階段來講 他們會很care這個 200木的部分喔 結果這個要不要補 這個問題喔 我們一般玩家喔 在玩的時候都覺得無所謂喔 隨便蓋 那在頂階玩家他們的眼裡喔 這個200木喔 可以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喔 就是 簡單來說喔 就是去買更有用的東西囉 哈哈 那這更有用的東西喔 通常就是這個經濟作物喔 農田之類 好這邊常見兵兩邊互打 後方有老頭進行招降 但是數量上來說 哥德還是佔據優勢 羅馬人這邊又再次被打退 奴炮在上方果然白給了 全部的奴炮都被拆掉 哥德這一波打得漂亮 一個雙線進攻 把所有的上方奴炮都解決掉了 羅馬人這邊來不及回去 救援上方的工程器製造所裡的奴炮 這邊正面又被打了回去 但是哥德人這邊村民數已經開始落後了 現在是63吋對上83吋 村民差距約為20吋 村民來說還是稍微落後了一些 這邊哥德可能還要再趕快補下第四個 第四個城鎮中心 才會追得上羅馬這邊 最近羅馬上是3TC 現在4TC開追的話 還是有機會趕得上的 這邊後面老頭四肢直接開打 正面床劍兵扁來扁去 但是老頭有一直被砍倒在地上 後面的城鎮中心幫忙輸出 但是城鎮中心並沒有點下一擊射 非常的癢 後面四隻長劍兵追著老頭 緊追不放 一身只毒你一人 毒到了 三下解決掉一個 好 羅馬這時候轉出百夫長 這時候百夫長出來可能要去騷擾 打正面的話要特別小心對方的老頭 老頭在這個時間點 是一個過於強大的單位 因為他可以瞬間招搶敵方五隻單位 尤其是騎士單位 被招搶的話會更得不償吃 常見兵的話可能還好 因為黃金需求比較低一點 這個少將來說比較沒那麼幸好 但如果是百夫長的話就不一樣了 好這邊哥德大量步兵直接開尻 羅馬人右邊18隻 對上32隻的哥德步兵海 但是羅馬人這時候建立了起人牆 後面哥德拉了一隊到後方進行打擊 但是吃到了城鎮中心的傷害 這波交戰過後沒想到是羅馬人大獲全勝 雖然沒有到時候大獲 但是至少算是穩穩拿下這波的會戰了 OK這波會戰羅馬人打得還算不錯 但經濟來說也還OK 101吋開始慢慢融了上去 哥德這邊則是轉出了更多的裝甲步兵 老頭的部分沒有繼續按 老頭死完就不按了 OK再繼續奶一下 找完誰就往後走 哥德開始繼續使用自己的步兵數量壓制 好後方反擊一下 老頭又補了一隻出來 老頭續補囉 剛講完他沒有補 他就補了 這個老頭 這個情況下 其實補線也不錯的 也可以防一下 對方突然轉百夫長之類的 但這邊轉百夫長 其實需要消耗大量支援 我覺得不太划算 繼續打這個長劍兵就夠了 畢竟百夫長的防律還要再升級了 好後方老頭也在招牆當中 好後方老頭也在招牆當中 我們這一波 只要守住就好了 不用太照鏡 趕快把自己的資源 囤到一千樓 偷偷點個帝王 但是這邊偷點帝王 他對方一定會發現 這麼多步兵情況下 所以可能還是要再繼續出長劍兵 再稍微撐一下 找個機會再偷點上去 後面百夫長有點危險 完蛋要被招掉 哎呀果然百夫長沒了 好再把百夫長招回來 但招錯之招長劍兵 結果後面長劍兵直擊後方老頭 老頭這邊損失慘重 我馬這邊的操作有點失誤 兩隻老頭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全部暴斃 哥德的老頭目前還有四隻 進行招響跟補血 好久沒有看到這種步兵老頭大戰了 而且還是新舊文明 這個非常有趣的對決 好目前看到非常多長劍兵 再次去正面開打 左邊的部分 被招強掉的百夫長 還沒有被招回去 現在這隻老頭在CD 所以沒有辦法招響回來 後方的哥德的老頭 繼續使用自己的招響優勢 把敵軍變成 變成自我的軍隊 越來越多了 好 後方老頭 趕快往後走 好 後方老頭 趕快往後走 好 當然這邊已經入行到農田區 這邊有點急急可危 因為這邊羅馬偷偷點了帝王 真的是偷點 一偷點帝王 這個軍力完全打不贏 所以什麼時候點帝王 是一個最關鍵的事情 像他這邊偷帝王的話 哥德就要趁盛追擊 爆更多的步兵 一直往前壓 左邊的部分 兩邊城堡是互插 空了一下這個黃金而已 並沒有正式開打 好 左邊常見兵繼續反擊 但左邊常見兵數量比較多 正面羅馬的軍隊更多 但羅馬這邊的目標 只要把對方老頭收掉幾隻就很賺 但如果一直移動的話 會被對方哥德的常見兵給爆打 所以這邊還要適時的回頭打一下 等到常見兵數量真的變少 再進行反擊 像這樣子沒有錯 但是可能要被招降掉了 這個常見兵能夠再收下一隻老頭嗎 一隻 兩隻 三隻 沒有問題 但是羅馬人家裡的農地 已經出現了死傷 這裡村民非常的慘烈 哇 後面的村民沒有地方可以逃 這一波散兵散得很漂亮 但是羅馬人卻死傷並不太多 常見兵的移動速度還是慢了一點 所以村民的話還是沒有那麼的有效率 好 這一波看起來羅馬人並沒有受到大傷 只是稍微收村 減到了一些經濟而已 實際上經濟並沒有損傷太多 目前哥德人來到150村 這個戰術最精華的地方 就是可以趕快150村 按下所有的科技 等科技全部點完 要開始暴兵的時候 再把村民滴掉 騰出人口 進行更多的暴兵 這是150村最常路的戰術 好 那哥德這時候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羅馬這邊三級弓也補下了 那這個時期 是羅馬人的反攻期 這裡要趕快造出巨頭 跟更多的步兵 還有這個軍團並升級 那哥德這邊的防守 就要偏向於 趕快再繼續產出更多的步兵 也來進行防守 但他這時候的防守 是一定會劣勢的 遇到正面部隊 絕對不能強攻 一強攻可能就會出事 左馬這邊 軍隊還沒有升到軍團長 這邊慢慢轉出來的是品種 好 上方兩台巨頭開拆 後方的五隻長雞兵 還在追巨頭 應該是能追得到 正面這一波交戰 哥德有點在下水餃 兩棟城堡被建立起來之後 左邊城堡居然守住了 哥德這一波損失慘重 雖然看起來 村民術是沒有減少沒有錯 但是實際上 軍隊已經損失了非常多 已經使到240隻 這個長劍兵了 羅馬這時候點下了彈道學 哥德這時候補下更多的長劍兵 但還好羅馬還沒有變成軍團兵 軍團兵出來的話就鬼天滅地了 這有點奇怪喔 羅馬這邊應該可以早點點軍團兵了 他要點的是馬凱 還有品種 鬼轉一波百夫長 好羅馬這時候 200匹人口繼續往前 控住了這坨金 巨頭也開始往前 哥德這時候 神套地龍時代 擁有210人口 多出羅馬人的死人口 能否打出 差距來呢 掌斗 好 那目前看到哥德雙手劍兵已經起來了 雙手劍兵直接爆砍一波 羅馬這邊點下了軍團兵跟金冠 鐵戰軍 OK 軍團兵這邊UP上去 哥德會很難受 而且現在已經打到農田地帶了 只要農田地帶被控的話 哥德命脈可能就會沒有了 哥德現在是左右開攻 現在往右邊打 想要碰住右邊的金礦地帶 想要讓羅馬斷軍 當然羅馬這邊的金礦護士純其實還不錯 而且正面這裡也在大爆瓦黃金 所以現在要暫時讓羅馬斷軍是有點不切實際的 也不是不切實際的 就是有點困難 就算斷了他右邊的黃金正面的黃金開始可以繼續踩 當然這個分推來說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當然效果並不是非常明顯 羅馬的軍團兵還是在瘋狂噴出當中 哥德這邊的部隊呢 經濟力來到極限 只剩下一點點的資源 黃金量也只剩下25個人在挖黃金 右邊的部分黃金繼續空了下來 羅馬也是派了一些軍團兵進行防守 哇 這個軍團兵砍雙手劍兵好痛啊 是怎樣 三刀一隻嗎 還是四刀 應該是四刀吧 對 四刀一隻沒錯 四刀一隻雙手劍兵 這就是羅馬人 那哥德的步兵呢 好像要砍到六刀左右吧 還七刀 才可以砍死一隻軍團兵 原來軍團兵的雙防是六點 那他還沒有升到劍兵有事的情況下 攻擊力還會再少一點 好 大哥這時候受不了 終於打出了聚聚 哇 這個部分看起來羅馬的軍團兵 坦度還是非常的好 那雙手劍兵呢 沒有升到金龍可惜了一點 攻擊力也少了三點 而且血量也少了十滴血左右 還是十五滴 所以目前打起來的感覺 哥德真的是沒有把自己的經濟 弄到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情況 然後即使轉出火槍 才有可能打得贏 那火槍想要出來的時候 黃金也快要被斷掉了 所以能爆出的火槍可能也不多 要是他爆火槍的話 前面的雙手劍兵的數量也會變得少 所以他現在有點兩難的情況 只能打出GG 但右邊這邊打得不錯 至少有空下來了 但左邊這個黃金可能 待會也要落入羅馬手中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羅馬人 哇 經濟基本上快要全勝了 十五指數了四百 但黃金贏得快要六千 十六也是贏得九百左右 那木材部分則是贏得一千 軍事方面是羅馬的1.65KD 哥德只有0.6 好慘 但哥德的城堡時代那波爆兵 確實讓羅馬人的壓力非常大 那我覺得羅馬人這邊打得很好的地方 也是他有即時點下帝王時代 沒有偷點帝王時代的話 他有可能會直接被哥德城堡一波帶走 也說不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